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禮拜三就是昨天的時間點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8431是一個比較強烈的壓力 而且出現了開盤BUFFA的三點高盤 三點高盤是一個極短線的多方 但是在指標高點的位置不能追 因為它很可能是一個波段的轉折訊號 結果今天教權指數就開高走低 最高點曾經來到8437以上漲十九點 那最低點這個收盤來到跌42點 最低曾經殺到55點的一個黑K 做一個震盪向下 那這盤四格局我的測標上面寫說 這個殺的越升機會會越大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認為今天這跟K線 在日K線的一個組合型態 已經變成一個空頭吞噬的一個明確的訊號了 那簡單跟大家報告我認為這個行情 極短線的多方大概在今天的K線 黑K之後確認結束了 那接下來三天之內 很可能還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向下探測的動作 那投資朋友其實 今天跟大家聊著跟黑K 在兩個交易日之前 三個交易日之前 不論是國內的法人 證券上的一些媒體 那有一些金控剛好展開 明年的一個展望說明會 那券商當然是希望說明年的行情好 券商可以多賺一點嘛 那外資有一些 銀行商專門賣報告的 他希望你說買他這個報告的股票 買他的報告 他當然會把這盤式格局喊得很好嘛 所以兩三個交易日之前 全市場一片 這盤式格局要軋空了 要噴出了 大家再比加碼 8600 8700 8800 9000 9200 9700的人所在多市 我想今天殺了這根長黑 有些投資朋友會覺得 這個盤式格局可能有一點點不對了 那其實 今天要殺這根黑K 兩天之前 在昨天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認為這根黑K 根本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接下來即便再殺個一兩百點一個黑K 國際股市一個比較明顯像 像三五百點下殺 你都不要覺得意外 好 這都是在兩三個交易日之前 都可以分析出來的 好 那反而 廖老師今天要跟大家報告到 我是在昨天跟大家預告8430 我們是一口氣集中兩米空單 我認為那個時間點應該出手空的 今天大盤真的殺下來了 好 我反而告訴你說 接下來三個交易日加權指數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探 好 但是這一次的下探 是讓你前一波 喔 投資朋友 不要忘了 很多投資朋友 是從八千一百點空手 被軋空上來的 等到你反手做多 今天又殺了一根藏黑下來 好 這一次的一個下探 是讓 錯過了 這個從八千一百點 極軋五個交易日大漲三百點行錢的 投資朋友 你想辦法找到一個時間波 切入下一波多頭行情的機會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如果殺得越深 好 投資朋友這反而是你的機會 好不好 好 那簡單跟大家報告 由於這個今天出現了空頭吞噬的一個 確認訊號了 那這樣三天之內 KD值一定會出現死亡交叉的賣訊喔 好 所以這盤視格局 我們今天還在這個兩點高盤 破平盤的位置點 兩高只要破平盤 這裡甚至於都還要一個短波再加空一筆 好 你會看到今天盤視格局 收在當天一個轉折低 好 那我想這裡剛剛廖老師已經優先跟大家報告到說 好 這裡你要想辦法利用這一次的下探回檔 去切入加權指數下一波的多頭 好 不要殺了一根黑黑 又聽著這個空方的一個氣聲 好 又要噴噴噴噴噴了 絕對不是這樣子喔 別忘了我在八千一百點就告訴大家 這裡有一波行情 好 在殺這一根長黑之前 我也告訴你說還有一波這樣的一個行情 好 那就好好的掌握這一波多頭的一個機會囉 好 那因此投資朋友我想這幾個交易日 從八千一百點上公到昨天看到八四三一 今天突然又殺了一根長黑把昨天 所有的紅黑全部吞滅變成空頭吞噬 確認一個極短波空方的一個訊號 梁老師全部都是事先跟大家分析跟預告 這有方法的啦 那因此接下來不曉得怎麼樣去掌握12月份 替自己加薪搶紅包的投資朋友 好 梁老師其實 股票都已經幫大家挑出來了 時間波 波形的脈絡 我想 唯一在這兩個月裡面每一波分時指標 細微波變盤轉折完完全全 按照我們事先分析預告 大盤後續跟著我們趨勢走的 之後我們 我們的超盤團隊啦 那所以我還是答應大家 在12月份我們挑到幾檔 全新替自己加薪的紅包股 買薪到了 你就按照我們的指令做一個進場佈局 我相信要達成 劉老師上個月份跟他報告 那我們在封關之前就要想辦法 去複製11月份指數幫你去掌握 1080人加差 類似宏達店的11根漲停板 類似OMG五天三根漲停板之後 投資朋友我們今天 在早上碰到94.5 一出價就趕快請進入會員朋友 以及原本高檔區98塊出清的 會員朋友重新再把它買回來 今天幾乎就現買現噴出 那這已經是 將近是第四根漲停板的一個價差了 來投資朋友這個是 94.5一重疊就確定不會 有一個向下沙盤的一個溪浪 你就要趕快把它買回來了 今天拉開一根漲紅 已經形成了內困三日翻紅 除身段確認一個波段習長訊 只不過如果你在83塊錢買 已經報到今天 這應該是三根漲停板的價差 不過我們按照宏達店操作 來回一筆做長一筆做短 來回多做一張價差 劉老師已經幫你多賺一根漲停板 到今天為止 OMG是第四根漲停板的價差了 好不好 其實這個也都是有方法的 好不好 從OMG 劉老師只是想跟大家 證明一件事情 其實不論是股票 不論是指數 不論是期貨選擇權 時間波浪的一個分析 絕對有他的一個分析的脈絡 絕對有他分析的一個方法 這一個禮拜天 今天劉老師要剛好有一場演講會 不是有一場技術班 專門開售給劉老師 期貨選擇權操作的會員朋友 那我希望說除了股票之外 如果說現階段來講 比如說今天台詞期貨殺了這個 盤中最高最低曾經也差到100點 你在高陽區如果空到一口台詞期貨 掌握將近100點的價差 將近是2萬塊 等於轟搭店你也賺回20塊錢回來的 避險空單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要怕震盪 只要這個震盪都可以事先分析 未常也不是一波獲利的機會 好 劉老師 絕對不是死空頭 我們是絕對看到了轟搭店 從161這邊向上卸行 要向下反轉 才提醒你做一個退場嘛 你讓未來轟搭店落底 即將轉組身段的時間 再把他買回來 那不是逼近噴出11跟漲停買的時間 越接近嗎 所以除了股票之外 這一個禮拜天 那劉老師有一場技術班 是三個小時的時間 開給期貨選擇權的一個會員朋友 專門回饋給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現在只要入會 劉老師就送給大家 12月8號的這一場 三個小時的技術班 尤其是針對期貨選擇權 當然 期貨選擇權的這些操作脈絡 完完全全在股票上面也是適用的 只要是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劉老師就加送給大家一堂技術班 那關於這個詳情 關於這個內容 你都可以探討劉老師的這個服務人員 尤其我們在這個三小時的技術班之前 我們一堂免費的一個講述的一個課程 如果你想要了解詳情內容的 歡迎所有投資朋友 您等一下廣告中的時間 可以先打電話 跟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先把座位給預約起來 好不好 其實今天大盤會做一個向下震盪的殺盤 劉老師昨天已經跟大家分析了 三點高盤在開盤八法 叫做變盤轉折訊 當天會說在當天的轉折高 可是不是讓你買的 是讓你布空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口訣 今天為什麼兩點高盤要布空 因為兩高不能破平盤 一破平盤變成一高壓力盤 那一高壓力盤的口訣是什麼 黑K收在當天最低到次低 來一高壓力盤 黑K收在當天最低到次低 你要買 假設這裡是趨勢性的多方 也是尾盤才有買點 第二個兩點高盤不能破平盤 否則口訣殺尾盤 所以這個盤四格局其實 有分析的方法跟脈絡 這個盤四格局 在昨天出現三點高盤 8262-8093-169點 你加上W底底的領限8262 我印出來這個圖的位置點 剛好是8431 可不可以賣 好 不可以賣 這裡 那期貨選擇權 你要想辦法去進行一個空彈佈局 尤其故紀錮市 你已經看到韓國綜合指數已經殺了 黑三兵格波段起底的一個空訊了 我還跟他預告三日必見白領中常黑 對不對 三高是變盤轉折訊 RSV在禮拜四到禮拜一 連數三天級數扣高 三天之內很可能會有一根中常黑 那一破下去 就可能是一個空頭吞噬反轉 好 那這個是開盤八法 跟這個第五代開盤八法跟第一代開盤八法的運用 第五代開盤八法就是三高 是一個變盤轉折訊 好 這個我們技術班 也會跟大家詳細的分析跟講解 來 第二個 時間波浪 廖老師昨天畫到這個位置點 我為什麼跟他預告三天之內至少一根白點中常黑呢 因為RSV9扣在這裡 禮拜四禮拜五會一口氣跳高到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日KD個指標 即將要進行的時候我們就要插了 而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那還是急速向上扣高 所以這三天來講 對於多頭來講是非常大的壓力的地方 我們再來看一下國際股市 總之朋友 當昨天團市格局因為入股拉抬的時刻點 如果你注意到國際股市 南韓綜合指數已經做一個黑三兵的向下擊殺 其實收盤的線是這樣 已經變成黑三兵的三泰亞強空訊 當161塊錢的宏達電出現三泰亞的黑三兵 也沒有到今天為止 已經殺開一根跌停板的架殺 破了150塊 那是不是一個強烈反轉空訊 好 那我想在 我比較擔心的是加權指數 現階段還在這個位階 好 那昨天的調高只是 先做一個反手布局空的動作 然後如果要跟隨這國際股市 以南韓綜合指數來說 他已經回到8093的起漲點附近 如果一不小心破了 有可能是西檔或阻跌斷的一個下殺 沒有直接進入主生端的機會了 好 那我們昨天是不是講到了 其他國家的一個指數的方面 已經出現一個非常明確的反轉訊號 包含道瓊工業指數 好 禮拜一的時間點 六老師已經跟大家預告 好 那一五等浪等於 接下來道瓊工業指數沒有行情了 那法國已經長空確認起跌了 好 那德國已經殺了一根長黑 這個都非常明確的一個反轉訊號 那主力實務群看著 國際股市已經反轉了 他先調高是為了 很可能是為了要震盪出啊 那劉老師看到有這樣一律風險的時候 我是不是必須在我的一個自己分析 我要帶我的會員朋友啊 好 隨意 像一百二十六塊錢的宏達電 你可以用一千萬兩千萬的資金 集中市場進場布局 可是買點真的來了你敢買嗎 賣訊到了你真的出了嗎 好 看著劉老師的節目這麼久 你還是都沒有掌握到這些價差 所以這一次劉老師 我是真的要求大家 我們已經做好非常充分的準備 國際股市的脈絡我都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才希望說主夢踏實 你想要賺到這一波十四根漲停板的行情 我們口袋名單 我們的波形 我們的股票都已經幫大家選出來了 好吧 那所以我想不論是期貨選擇權 不論是股票 那劉老師說都已經幫他準備好了 那如果這一次由於技術班 是只召開在台北市 那其他中南部地區的投資朋友 沒有辦法到力臨這場演講會的投資朋友 我會希望說 劉老師比到演講會的會場給大家優惠的專案 你直接把劉老師的訊息帶到 我們一邊操作股票 一邊進行技術教學 劉老師想辦法加倍奉還給大家 好不好 那有時間參與這場演講會的投資朋友 你直接撥通電話 下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分鐘之後再回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酷 固得投雇 用心 用心 用心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雇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固 固得投雇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投雇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過股票雙症兆 使您反敗為勝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雇 固得投雇 森田藥妆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妆 爸爸 二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二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擡用 森田藥妆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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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田藥妆 好 看到我們現場 那因此我想 前面錯過在8430第一次 11月1號那個位置點 帶著人家布空 殺到8100點這邊回補 反手做多 賺了100點 這個2比多但100點 200點價差獲利了結 重新壓回來80193再買進 預告編盤轉折 馬上260點向上噴出 短播請你布空 今天殺了一根黑K 這樣轉折脈絡的投資朋友 我想這盤式格局 超乎大家掌握的能力 讓六老師來幫助大家 其實全部都有方法 我希望把我所學會的方法 全部分享給我的會員朋友 那禮拜天的這場技術教學分享 好 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那利用這一次向下 什麼時候我們回補空單的位置點 是 是讓 你錯過前面一波行情的投資朋友 補空翻多去切入下一波 我說的 那260點向上極軋行情 最好的機會 不要等到人家說軋空 投資朋友 外資的空單已經補成 盡多單怎麼軋空啦 沒有空單怎麼軋空啊 反之你如果今天盤後 你再去追蹤籌碼 外資開始在這裡做一個加空 像要追空的動作 什麼時間看到的空單 來到一個比較逼近滿檔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就是反轉的軋空點 你要開始切入下一波的多頭 好 那所以投資朋友劉老師說 其實今天的大盤做一個 向下沙盤的一個反轉 其實我想 我這幾個交易日 全部都有事先跟大家分析跟預告 那因此我希望說 接下來盤式格局 讓劉老師來幫他直接做一個掌握 好不好 那尤其這大盤來講 這是道瓊工業指數 如果同樣以RSV的分析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 那未來股票你也要注意到這一點是說 1 2 3 4 5 6 7 8 9 有9個禮拜的時間 道瓊工業指數扣這根滴子 下個禮拜9在這裡 下個禮拜9在這裡 再下個禮拜9在這裡 有3 5個禮拜 等於我簡單跟大家報告 那接下來美國也要放年假 12月17日有FOMC 現在又看到數據是走通縮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美股 尤其是ETF相關資金的投資朋友 那美股確定是在接下來兩三個禮拜 沒行情了 你的資金一定要有些調整 這為什麼我們開始往第三方支付 跟中國收益做連結 OMG 可以在四天裡面拉開三根掌平板 那不過不要因為國際股市空 你就開始 這個盤要去做一個崩盤反轉 機會也很難好不好 我想讓劉老師來直接幫大家去掌握 這4110點我們是很辛苦一筆一筆經營來的 那全部都分析跟大家預告 那包含今天早上這個位置點 那一破平盤兩高破平盤 你要預防三尾盤再加空 或者是小幅度的資金 針對其我選擇權的一個佈局 好 那這個其實都有辦法領先市場做一個分析跟規劃 從高檔區8430兩筆的一個空 難道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100點的價差也等於 宏達店替你 比了20塊的險 那未來這個2萬塊錢的一個價差 你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不是反手可以開始去佈局 宏達店下一波反轉的賣點嘛 好那至於其他股票 劉老師就不要再太過密集的跟大家 花時間跟大家聊 那至於為什麼我說這裡是機會呢 投資朋友其實這個沒有辦法一口氣講完 但是 道磚光業指數反轉是因為PMI指數創下 2011年4月以來57.3的新高 那德國 法國是因為說PMI上揚到51.6 這也是整整兩年來的新高 那德國PMI也是創下兩年以來波段的新高 那英國的PMI也創下58.4以來的新高 國際股是在擔心什麼 擔心12月17號 好真的開始縮減QE 因為經濟數據太好了 這裡的震盪回測是因為經濟數據太好了 好所以未來 10月17號那個變數下半週之後 如果真的退場投資朋友 全球是一個噴出向上的主身段的行情喔 好這裡你要去掌握到那個關鍵的補空翻多 去掌握到下一波紅包股進場布局機會 好那我想這細部分析的脈絡 我劉老師沒有辦法一天的節目跟大家講清楚 好讓劉老師直接來幫他做掌握就好了好不好 那這次宏達電喔 好指標創下一個波段的新低 向上蟹型又是黑三邊你不要急好不好 好那從高點下來已經差一根半跌停半的一個形態了喔 OMG向下蟹型 向上噴出 宏達電向下蟹型 向上噴出 好那時間波呢 這次是向上蟹型的反轉 風險仍然非常高 好吧 那所以不論是宏達電的單股所單 我想這兩檔股票單單是這兩個禮拜以來價差 1000萬元資金已經差到300萬元以上了 已經整整差了五根半漲停板了 總之朋友 劉老師全部事先跟大家分析 跟大家預告 我們看到下一個波段 還有第二第三檔紅包股 即將做一個進場布局 我希望說 劉老師再大聲幾乎 讓我來幫助大家搶紅包 如果您自己跨不出這一步 一點點我想 股票如果生病了 您要看醫生啊 看醫生也要一點點 診療的費用吧 更何況我們整個團隊 花了多少時間精神 幫你精挑細選 這一個波段 每一波 我認為有噴出行情的股票 接下來要進場布局了 有時間到這一場 技術教學影響會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了 但是其他地區 北東南地區的投資朋友 如果不課前往這場演講會 那劉老師還是跟大家報告 封關錢替自己加薪搶紅包 那如果錯過了前面 OMG四根漲零板價差 好 我們的一個加倍奉還 目標就針對 封關錢的加薪特工隊 其他那幾張股票 你也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好不好 那短短五天的時間 你已經錯過了 OMG四根漲零板的價差 我希望說接下來 全新的EPA持股 投資朋友 你千萬不要錯過 直接洽詢六老師的服務人員 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MING PAO CANADA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出各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 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禁事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 擁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挺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市中心 百瓶大戶 超值珍藏的豪宅 內湖正核心 明人像 新聚落 P&T百瓶垂直森銀園 空中樹 水中花 熱銷蒸藏中 大華 虎越 2785 0888 你有消費的疑難問題或爭議申訴嗎 請拨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關心您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提醒您 自民國101年起 取消軍交薪資所得免稅 有關扣角及申報問題 請加各地區國稅局 購物消費請使用電子發票 可對象更好